随着过年的脚步接近 为了让长辈有个新造型过好年 大家的志佣高中连续十多年 与台中港狮子会合作 举办寒冬送暖一件活动 而这一天就来到了清水区的 桥头礼社区活动中心 现场不仅有正学的同学来服务长辈 也邀请到了业界学长姐一同参与活动 让他们都能够一展所学的回馈社区 学生用心的帮长辈按摩肩颈 农历新年脚步接近 为了让长辈有个新造型过好年 是用高中美容科的同学 这天来到清水的桥头礼社区活动中心 帮长辈服务意见 不少长辈都觉得很感兴 那么今年我们特别显定在清水区 最大的礼来办礼 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清水地区的民众 有这个寒冬做一个水当当 好过年而且每一个人都漂漂亮亮的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 这个各界能够踊跃来接受我们有服务的机会 让我们学生能够以技术来服务人群 展现他们的专业 我们每年都会跟自用高中合办 那个岁末年中议检活动 台中港狮子会跟自用合办 每年都举办的很成功 校长表示连续十多年与台中港国际狮子会合作 带着美容科的同学走入社区当中进行社会服务 不仅是希望能够发挥他们所学的专长 这天邀请毕业的学长姐一同来参与活动 也能够传承学弟妹们相关的实物技巧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益检活动 然后而且我们这次也有十分 许多十分有爱心的学长姐一起来益检 然后也是学习到很多的按摩技巧 以及我们的检法技巧 然后也教导了我们以前 就是在学校就是不会学习到的东西 有些业界的东西也都可以学习到 这方面是人家对社会出来社会 人家说服务务务务 我们这么赞而已 这些学生出来 他们这个困难就在这种感觉 人家说比较高级来 这一次有二十多位学生参与活动服务过程中 学生们贴心的询问长辈力道 用心修剪长辈喜欢的造型 不少长辈都觉得很窩心 也不停的称赞学生的服务很到位 通过实际行动付出关怀 同时也是促进世代之间的交流 剑宸专台中产报导 对我来说服务务的发展 对我来说服务务的发展 对我来说服务的发展